所以在我们这一趴要讨论的是 关于在台湾有很多的统战产业跟统战供应链 因为讲到统战 过去我们想到了 它就是单纯的一个政治名词而已 可是我们要知道的是 中国为了进行统战这件事情 它已经发展出了商业模式 但是我们想告诉各位观众的是 这个统战产业链 在台湾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 而且出现在你我生活周边呢 我们来请我们的专家来告诉各位 燕丽请告诉大家 这个统战产业链 它在台湾究竟是怎么运作的 好 我先讲 大家就说我们会觉得说 这个就是一些统战的一个方式 可是事实上 因为我刚好有一些朋友 他们其实在这个相关的一个产业 他们就会跟我说 燕丽这不叫统战 这叫做为国宣传 为党宣传 这是我们彼此认识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这个中国的政府 中国大陆的政府 或者是相关的一个从业人员 他们会有几个手法 那第一个手法 最常见的就是会办研讨会 办夏令营 办学术讨论会等等 那么他们会去锁定呢 就是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一个背景 那甚至呢 他们邀请你过去参加这些研讨会 或者是夏令营的时候 坦白讲这个条件我个人觉得定的还有点严苛 那我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像我去年的时候就 中国大陆有一个省份 他们也是办了一个这个五天四夜的一个活动 就是去参观他们的一些媒体 然后参观他们一些重要的一个景点 非常好的一个条件是 我们都不用出任何的一个团费 那当然就说 因为我有这个有事情不能去 所以我就问了一下说 我的朋友他有没有兴趣报名等等 就没有想到 当我跟对方这个回绝这件事情 说我不能去的时候 那对方就跟我说 你朋友 他不在我们这次的邀请名单里头 那表示你很红 不是我很红 而是说他们会觉得说 我们可能在金融界有一定的一个影响能力等等 那所以确实就是不同的一个活动 我刚刚说有些研讨会 有些夏令营 那像夏令营的话就是 我有些亲戚的小孩 那他们之前也觉得说 中国大陆有很多的一个发展就业的一个机会 所以你要去中国大陆上班 你如果你可以拿出一些夏令营的一些资历的话 他们会觉得说加分 以后你来这边上班 你的你这个资历是漂亮的 那那时候我另外一个亲戚的小孩也是 他去报名夏令营有补助 而且整个夏令营大概长达是十几到二十天 包括夏令营或者是相关的一个金融机构的一个实习 那很多人就说 那吃饭怎么办 住宿怎么办 机票怎么办 不是都要钱吗 朱老师也就很熟悉了 有的是全包 有的是你整个活动二十天下来 你了不起只要出两成的费用 对 那所以就是其实 这样两成费用要多少钱 不用几千块 因为甚至有 几千块是几天 甚至更夸张的是 有些这个实习的银行 或者是实习的企业界 他还发零用钱给你 那对大学生来说会非常非常的有吸引力 第一个不但是赚到了这些实习的资历 同时还领类似在台湾打工的钱 甚至比台湾打工的实薪还要高 一开始自己拿出来是七千有早 还是八千有早 还是九千有早 你说一开始的什么 对 一开始他要去参加这个夏令 你要拿多少钱出来 其实一开始如果你符合资格 因为其实他是要考试的 你不是报名我什么任何一个人报名 他就通通会录取不试 他是经过层层的考试 第一个会看你的这个学校的成绩 那甚至你有没有师长的推荐 那如果说进一步的话 报名的人数非常非常多 甚至是要口试或者是面试的 这样的一个阶段 其实在早年 就是还没有那么流行的时候 其实几乎你只要交出你的申请表 就会录取 可是这几年是比较严格的一个状况 因为大家都觉得好像就是在台湾 第一心事呈现一个普遍的一个常态 所以被录取是不用钱 不用钱 那有些因为其实每一家的状况不一样 我是说每个企业或者是夏令 甚至是这个就是其他 就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因为民意不同 那有的是完全全包都不用钱 那有的是呢 你要自己出一点点的 一丝一丝的一些费用 那衍生出来的相关的商机是什么 包括台湾甚至有所谓的一个代办公司 甚至呢还有告诉你叫占守则 就是呢 如果你要考上的话呢 你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这也是衍生出来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商机 是那种只要喊毛主席万岁 或是席大大万岁 可以加分吗 不行不行不行 七皇你这样子 大家会觉得没有这么简单啦 就是你的成绩还是要有一定的水准 这么做反而不会进去 对你这样子反而会扣分 看起来太脑残就对了 对果然是老师 因为他有很多学生有一纸 很多学生都有一纸 对对对 就是你还要 成绩要有一定的成绩 然后呢 你最好还要有老师的推荐 然后同时呢 你这个家世清白 然后最好是呢 你在你的爸爸妈妈呢 是任职国内企业 然后蛮知名的 你这个一定是前几名就会被 被录取前几名就加分的一个状况 有哪一些是他们比如说直接透过媒体 又可以进行统战 然后可以直接洗大家的脑 告诉大家统一好棒棒这样 应该是说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有几个方法嘛 就我要再次想调 不然我会被我朋友冲刺这个 变成拒绝我 为国宣传 为党宣传 为国宣传 为党宣传 好 那其实我刚刚讲的 除了这个就是夏令营 或实习机会之外 或者参访团之外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我觉得它就是一种比较隐形的 比较是透过媒体的 透过公关公司的 透过社群 透过公关公司 透过公关公司 透过社群网站 然后在无形当中 放送一些国家的理念 放送一些共产党的一个理念 那包括就是之前前一阵子 有一些网红 他们其实有跳出来讲 或者是他们有承认 或者是有一些证据人物 他们也说确实有接触到 要买他们的粉丝专页 然后或者是要买他们的名单 买他们的一些 就是相关的一些社群的一些 会员等等 那当然就是要看你红不红咯 比如说像我的粉丝专页 每几千个人都没有人来问我 那可能像朱老师 粉丝专页人比较多 就会有人想买朱老师的粉丝专页等等 你这个案子朱老师已经被统战过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那我知道行情价是从几千元到几万元 不等等等 就说一方面是买社群 那另外一方面是透过公关公司 透过公关公司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比较 缜密的一个手法 意思就是说 透过台湾的公关公司的话 一方面你甚至可以 就是公关公司会帮你安排 可能你在发来 就是有哪些来宾 可能比较支持中国大陆政府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 不支持了都不准上节目 他基本上他也不太会发你了啦 那或者是你永远都是敌对他 他干嘛邀请你当来宾呢 然后帮你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言论的 这个支持的一些立场 那基本上他会是一个比较缜密的一些计划 那当然更不要说有一些比较友好的 就是对这些中国大陆政府比较友好的一些商人 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些赞助的一些活动 然后透过比较完整的一些金流的一些措施 就是让整个计划看起来是比较 我们刚刚讲的不停强调了嘛 为党宣传 为国宣传 那这样的一个思想呢 可以在各个角落里头是 这个就是没有看起来不突兀 可基本上呢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想的一个传播